忘記大家有沒有印象 早前我們介紹過一部Mini X的機器 以一個我們是介紹的Gaming Channel來說 好像有六萬多view的影片 所以我們就找一部4代i5的主機 去做一個Round-up VGM的大家好,我是Van仔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部Mini X的機器 如果之前有看到那部影片,沒錯,是同一部機 只不過這次是完全升級版 我們看看升級了什麼 話說近來有Web From Home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印象,早前我有一個GTRO機箱在Facebook貼過 其實那部機是什麼事呢? 那部機是一個朋友的朋友說有問題 然後我們就幫他做 然後發現那部機其實有很多問題 其實那部機已經做了幾年了 那部機最初就好像是壞火牛的 好像又說不穿的東西 好像是濕氣有問題 之而此類,令到那部機經常性會有問題 最終那部機好像近來就像死底版 終於跪下了 所以那部機其實我記得是有Seller王的CPU 如果你說現在任何那部機都可以比它更強 再說就是那時候 大家看到那部機是一個MATX的size 在現在的情況來說 又要回到差不多效能做一些文書的話 基本上是不需要那麼大部的 所以這類MATX的機器就相對來說就有用了 因為本來有細部嘛 同時之間基本上文書都可以處理到 再說就是 之前也說過很多次就是它用SSD 而且有PD的裸電 所以這部機其實就相當方便 只有一個PD的充電器 或者一個尿袋已經推得起了 我相信這些機器其實也挺好賣的 因為始終有work from home 同時之間有細部 再說就是可以充電在螢幕後面 Base on的螢幕是可以充電 所以其實是挺輕便的 其實它裡面的配置跟之前是一樣的 就是整個包裝 所以沒有什麼驚喜 但是這部機器就… 在這裡我們等下可能會查一查看 究竟是一條8GB還是4加4 就是走回Duel Channel 因為之前我有試過 其實這部機器是可以最終走到16GB RAM 大家應該上視的影片也有看過 下面那些東西呢 都是火牛的配件 還有一些HDMI、SPDIF的一些線材 最後就是那個給大家掛在長身也好 或者是掛在螢幕後面的一個座 這些東西上次都有了 不多介紹 你有興趣可以看看上次的影片 基本上真的是一圖一樣 這次介紹這部Mini X的Neo J50C4 Max 裡面就用了Intel Pentium Silver J5005 這顆U已經好像介紹了第三次了 是一顆4核心的CPU 當然未必可能跟Intel Core i3都比得到 但也算是有4核心 這部機器就這麼小 但它可以提供的介面也相當不錯 它本身有ACWi-Fi,有一個實體LAN Port 還有Mini DisplayPort HDMI 還有一個Type-C 而旁邊的部分就有三個USB頭 我們剛才提到的Type-C、Mini DisplayPort和HDMI 都可以支援4K60 所以如果真的一次出三個螢幕 應該不是問題 如果純粹看看股票、文書東西 其實也足夠了 我們剛才也提到Type-C頭可以支援PD 簡單一點就是 你插一條線上去就不需要有火牛 即是剛才那隻火牛可以支援 當然如果你家裡沒有一個固定的PD頭給電 我也建議你會用火牛的 再者就是,這個Type-C頭可以擴展其他東西 好了,我們又是時候拆一拆它 這次這部機器 就這樣的 它只是單條的8GB 如果大家想升級做16GB 完全不是問題 當然,這麼入門的機器裝16GB的RAM有什麼用途 大家可以自己發掘一下 另一邊就是這樣的 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很簡單的 有一個1-slot的散熱器 同心底 還有兩條天線黏在膠殼和底板上 會不會最後這部機器會出了一個新版本 J50C4 Pro Max 裡面的餡料就看完了 其實這部機器,我們上次也有提到 它有一部內建了Windows 10 Pro的機器 一買回來就即插即用了 只要設定基本的東西,就當一部普通文書機使用了 如果大家上次已經看到我們的測試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會對這部機器的效能上有一定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部4代i5的主機 去做一個Round-up 這裡我們會模擬舊的用戶 舊機,可能是用一些比較舊型號的機器 裡面是用HARDIS 對比這部Mini X的話,會差一點 我這部比較極端一點 也算是比較小的入門機 如果你說不是的話 你可能買一些普通的Size的機器 可能是很大部的 MATX、ATX那些 座底就比這部機器大兩至三倍左右 所以在這部份 Mini X就會有它的優勢 因為小小部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它的容量和RAM 這部會是8GB和240GB的SSD 而這部可能是2GB、4GB都有可能 同時之間一定是九成都用HARDIS 我想應該沒什麼富貴文書機都用SSD 現在的SSD開始便宜才可以這樣做 所以在開機的部分 會很明顯地有一個優勢 也不用這麼說 HARDIS的話 兩分鐘左右才進入Windows 再用得到電腦 但你說SSD的話 半分鐘內不都行 再說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 第二件事就是你不會買一部機器 只會開機 一定會有文書要做 可能大家會用一些Office內的軟件 或者是一些要讀取多的程序 SSD當然會有它的優勢 最後就是舊機 尤其是這些小機器 它不會有獨立顯示卡 只能靠Io上的HDMI、DVI、VGA的話 最多應該是1080p 60fps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你現在是用一些很強的4K電視機 可能就要4K60啦 這種情況之下 你想看看清晰清楚的話 當然Mini X 剛才也說過了 它可以支援4K60 看起來便會舒服一點 如果大家純粹都是做文書的話 這部分就沒有什麼大家的分別 當然如果大家除了文書之外 也會做一些影片播放 或者當你上Netflix 因為你也知道 最近又沒有什麼活動 又有聖誕節 也可能看看Netflix 因為Mini X裡面用的 雖然這顆Intel Pentium Silver 效能上不算是很厲害 但是 因為GPU的部分 它的內顯比較強 都差了幾個世代 因為這部i5 是4代的U 都差了大概3-4代的內顯 如果你在這個情況下 這部電腦未必勝負到4K60的播放 相反來說 因為新晶式的關係 令到這部電腦可以看到4K60的東西 好了,這次介紹比較的影片 就差不多來到尾聲了 如果大家近來真的有需要換一部電腦 可能做你的zoom 做你的文書的話 而你家裡的機器好像慣低也好 或者真的太慢的關係也好 你想換一部電腦 你可以考慮一下 用入門CPU的機器 因為坊間也比較多選擇 不是一定要買Mini X的 不過Mini X是其中一個選擇 就是這樣 好,我們下次再見 完